今天我们来练背 尤其是背钩 趴到垫子上 趴下的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首先核心一定要收紧 就是让我们的肚脐儿 和垫子之间有一点点小的空隙 然后骨盆把它放正 千万不要骨盆前倾 这样子的腰很容易受力 然后我们把双手叠放到额头 然后向上抬背 抬起来的时候肩胛骨向下压 但是腰椎是感觉不到的 如果你做这种动作 前面的持骨个的又疼 后面的腰椎又疼的话 就是说明骨盆前倾了 肚子向内守 臀夹紧 腿放松 还有人做这种动作会头疼 第一是因为憋气 第二因为过分的低头或者抬头 要让我们的颈椎 还有脊椎保持正常的弧度 向上抬的时候吐气 恢复的时候吸气 然后来休息三秒钟 调整一下姿势 收紧核心 第二个动作 还是把上半仙抬起来 然后手在前面做一个游泳式 向后滑的时候 加紧静甲骨 这种垫上练背和亚链背 最大的区别就是 垫上练背主练我们的脊柱身肌 也就是我们的背钩这一块 而用亚链或者去健身房伤器械 主练我们的背阔肌 脊柱身肌能让我们的背线条更修长 也就是更薄一点 但是背阔肌呢 主要练肌肉 就是让我们的背更有型 所以我觉得咱们女孩子 器械练背一周一次 然后平常在家里多做的这种垫上的训练 这种结合起来效果是最好的 好 趴下休息五秒钟 注意时刻不要让我们的骨盆前倾啊 把手放到胸两旁 把腿抬起来 加紧臀 手还是在前面做游泳式 手向后的时候腿打开 手向前的时候腿并拢 但是这个动作 手在前面画的是大拳 然后腿呢 全程是臀还有大腿内侧 把力去打开还有定容 这个动作不要轻飘飘的做 每一下都要用一下力 手臂向后加紧的时候 臀部也要跟着收紧 并且也要把气吐净 最后一下 臀部不要放松 加紧 然后手臂向后打支 大臂加紧身体两侧 手心朝上 然后来加腿三十下 还是耳臀和大腿内侧发力 脚放松 主要就是这四个动作 看起来很简单吧 但是还是挺累的吧 好 把身子放松吧 休息三秒 然后来把手放到前面 顺势把上半身推到后面 进入婴儿室 拉伸十秒 手臂使劲向前勾 额头贴住垫子 然后把我们的背部向上拱 但是不要抬头 让我们的脊柱 一节一节一节的落下去 踏到前面的时候 再把头抬起来 然后再来低头向上拱背 重新进入婴儿室 这个动作要慢慢的做 然后再把我们的脊柱 一节一节的拱起落下 做这个动作 你要感觉你的脊柱 就像一颗一颗小珠子一样 非常的顺滑 并且是有排序感的 就是起来还有落下 好 然后再来一遍 自己去感受 速度不要快 可以了 脊柱有没有被按摩得很舒服 然后我们来坐到垫子上 坐好啊 上半身直立起来 不要耸肩 左边的手压住垫子 右边的胳膊抬起来 越过头顶 眼睛一直要目视前方 在这儿保持拉伸10秒 然后来把上面的手摸住耳朵 向下去旋转我们右边的镜牙骨 在这儿保持拉伸10秒 最后一下 上面的手继续打直 然后把整个身体向左压 让你的小臂贴住垫子 然后来使劲推 把我们的身体推向右边 拉伸左边的背和腰 左手扶住耳朵 向下旋转左边的镜牙骨 然后来使劲推向右边的镜牙骨 然后来使劲推向右边的镜牙骨 最后一下还是来把胳膊打直 身体下压 感受腰间被拉得很长 然后用这股力把身体推起来 放松一下吧 做完了有没有感觉到 整个背都被拉长了 感谢观看